就担心台风来的时候这样子重演 台铁南回铁路的盗班人员呢 被临时招回赶做防台准备 方寮路段的北市西桥 本来正在做例行的保养 就怕台风带来豪雨溪水暴涨 盗班人员也赶快将一块一块的木板收起来 台铁除了例行性的巡道之外 也加派人力随车监控 随时可以通报铁轨的状况 天都台风来袭南回铁路 仿寮路段的盗班人员原本都是休假 临时被召集回来赶做防台准备 它之前都会延起来 所以怕说卡太多垃圾 会整个延起来 所以你是把一些工作平台的东西先撤掉 对对对 所以防台准备了 盗班人员赶紧将木板一个一个收起来 还不时观望溪水高度 就怕溪水一暴涨 木板挡住铁轨影响火车通行 有真派人 增加比较多人就对了 就是比如说有停死的话 要赴死之前 这个才是重要的 因为你车没要开进去 你去怎么查 也没有用 台铁南回铁路的仿寮路段 这条北市溪桥正在做例行性的保养 没想到遇上天土台风来角局 盗班人员抢在下雨前 做足防台准备 除此之外 在首发车前 已经有寻到人员确保过铁路畅通 还加派人力随车监控 铁道状况 好像对火车的影响还蛮大 所以我们也有点担心 然后因为我们又是战票 所以就更担心 那就很担心啊 就不知道会不会对列车有什么影响 然后也不知道这次台风 大概会更厉害吧 搭火车的民众也很担心 发生在上个月31号的 火车撞土石榴意外重演 台铁上井发条 加派盗班人员 也将紧急召回所有人力 随时寻到通报状况 就是要避免天灾灭祸 众电源梁静文张欣宜 听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